你做一个好不好 油爆双花 那双花哪两种花呢 这种菜的主要食材有 鱿鱼 猪腰 胡萝卜 黄瓜和木耳 猪腰子好吃 可处理不好 骚臭难闻 这如何处理猪腰呢 首先将猪腰带有节地组织的一侧向上 用拇指拉起节地组织 将手按在猪腰上端 从节地组织一侧切入猪腰 将其切成两半 而后用同样的刀法 将带有节地组织的一层全部去除 第一步 将猪腰和鱿鱼切成麦穗花刀 这切好花刀的鱿鱼和猪腰 好看又好吃 可这家中如何能切出漂亮的刀花呢 来 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麦穗花刀是如何切出来的 斜下刀切入食材厚度的五分之四处 每间隔三毫米左右切一刀 切完后将猪腰调转90度 每隔三毫米继续斜下刀 切入猪腰厚度的五分之四处 最后将猪腰切成四到五厘米的小段 第二步 先后将胡萝卜切好的猪腰 鱿鱿鱼 鱿鱿鱿放入锅中焯水 第三步 用调料在碗中兑汁 在碗中加入15到20克左右的糖 5克的盐 一汤勺老抽 一汤勺生抽 两汤勺醋和两汤勺的料酒 再加入搅浓的水淀粉 水淀粉的量大约占所有量的一半左右 最后加入葱姜蒜搅匀 第四步 先后在锅中加入黄瓜 超过水的猪腰 鱿鱼 胡萝卜和木耳 稍作翻炒后 加入兑好的碗汁 大火翻炒 待芡汁收浓后即可出锅 这样我们这道可以家常制作的经典卤菜 油爆双花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